来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你们看到的就是树兰 然后这个树兰的话 这个笼子是我们暂时树兰它的 因为它的新的笼子在见证 然后这个树兰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们大致上每一天我们树兰的话 它会这样子挂着睡超过20个小时 然后这一个树兰的话 它是南美洲的其中一个物种来的 它有两种树兰 然后这一个是 它有分两子和三子树兰 这个是两子树兰 然后这一类型的树兰 它在野外的话 它的生活和寿命的话 是20多岁左右 但是在野外大部分的树兰 都是因为天敌而死亡的 在树兰的环境 它可以超过30岁的 是很小的问题来的 然后我们树兰的时候 会给它一些那些 喂一些水果啊 还是一些叶子啊 是它们习惯的东西 然后这些树兰 它真的是讲说 我原本要把它带出来拍给大家看了 但是我们等了很久 我用物材要刮它 还是要抱它 等了很久 你看 原本以为它要出来 它走着走着 它就睡着了 所以我们还是在笼子 让它在笼子里面拍 然后它会在保持这样的姿势 一天超过20个小时 大部分的时间 它们都在睡觉 然后它们活跃的时间是晚上 然后现在是早上 我们等它就是喂食了 就让它休息和睡觉 然后这类型的树兰 你要饲养的话 你可以饲养在户外会好一点 然后它们需要一些阳光照色啊 然后帮助它们身体 那些阳光UV 会帮助它们的生体 杀菌 然后也因为很懒的关系 所以很常在室外饲养的话 它会长很多青苔 另外一点的话 你不要看它四肢是这样挂着 然后其实它的手指啊 它的这个爪子是很有力的 当它落着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下面拉 就像我们这样 像我这样子的 我在下面拉的话 它是可以支撑我整体的重量 然后这个也是它们在野外的话 就是有一些猎食动物捕捉它们 所以它们可以很紧的挖着那些树子 所以不要看它这么懒 但是实际上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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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然后像它这样抓着的木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扯出来的 是绝对没有办法 然后它全身几乎都是布满肌肉的 然后它全身几乎都是布满肌肉的 你可以看到我弄它 它就是会生气的 因为现在是它睡觉的时间平台 然后一样的 你们所有看到我在影片里面的宠物 我们都是可以合法饲养 也可以国际运输 国际买卖的 如果你是外国朋友 然后你们的国家是 可以饲养这类型的东西的话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联络我们 你不要PM啊 问假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有一点难回复 然后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再看我的主页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合法出口 OK 一样的关注我 让你更有智慧羊虫